记者王心女台北报道,香港男星真子丹为了电影《大师兄》来台湾宣传,他在新片中化身超强老师。 真子丹透露游场在蒙古的外景,当天只有零下三十度,还是只能批住保障秀,骑驻机车在雪地里狂飙追马,问及如何撑住。 他微笑说,总不能说给我盆货取暖,就是靠注意之力。 导演看家伟说,我们工作人员吃饭都还会说到这件事,那时候当地人穿很厚,其实分钟就受不了大喊,要死了,还建议我们前翠夏天再来拍。 当时还因为气温太低,连摄影机都开不了机,只能将保暖的东西全往机器上盖。 真子丹表示,这也是现在的演员难体会的辛苦,现在的拍戏环境已经比以前好,我没有助力,以前导演说从这里跳,你就得跳,哪有什么保护。 但这次拍摄,虽然事前做好充分的安全措施,但真子丹要求真打,不免有些受伤。 他说,有时候没预想到的反而最危险,有目握从背后被拉得细,因为对方力道太猛,膝盖直接撞到头。 大师兄将于24日上映,真子丹出席大师兄记者会,记者宋志雄社,真子丹出席大师兄记者会,记者宋志雄社。